這碗奶茶其實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使用的是斯蒂生的這個西藍紅茶 那這個高山莊園的茶園去栽子出來的西藍紅茶 其他風味非常的濃郁 那它使用上其實它的用量非常的低 但是可以帶出比較厚實的茶感 那在做台灣人比較喜歡的一般的奶茶 因為我們其實在做奶茶有個很重要的焦點就是 我們的茶味一定要夠重 要不然很難跟我們的奶類去做一些好的結合 甚至你加入一些糖漿呢 都會把茶味去蓋掉 那我們在使用的時候呢 這一款茶品呢 它帶出來的風味就會比較強勁 那西藍紅茶它的風味呢 會帶有一點點比較厚實的 類似有點像咖啡的那種淡淡的香氣 那我個人還蠻喜歡這一款做成了任何的奶茶的飲品 那我剛剛已經有預先先浸泡在我們的鋼杯裡面 那我們裡面呢 使用了斯底森的西藍紅茶呢 我們還加入了肉桂捲 那因為我們這一杯的飲品的名字叫做珍貴 珍貴奶茶 珍貴奶茶 那裡面呢就是加入肉桂捲 一起進入我們的茶體裡面進行浸泡 那我們沒有使用肉桂粉是因為會帶有一些比較纖維的口感 那我們把肉桂粉抽掉取而代之是使用肉桂捲 帶出會比較高貴的肉桂香氣 而不會有太辛辣的風味 明白 那我們在這裡面呢 預先浸泡了大概三分鐘到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讓它呢先釋放出一些香氣 那接下來呢我就一樣呢加入我們的咬酒器裡頭 那待會我還會使用這邊最新的就是我們的蔗糖萃取液 蔗糖萃取液 對因為現在仿街手療飲大部分使用的都是不是純正的果糖啦 對那對人體的負擔其實蠻大的 那我做了飲料這幾年呢 慢慢發現有一些飲料店已經在使用自製的糖水 那這一款呢蔗糖萃取液呢 它的濃稠度比我們自己熬的糖水的濃度還要來得好 那最方便的就是煮糖水其實需要非常多的時間 如果你一天是要賣個三五百杯的飲料店 其實這個光備料等到糖水冷卻再使用 是非常耗工的一件事情 甚至你用果汁機去打糖水 雖然很快 但是呢它的生菌指數又會太高 所以呢我們在使用的蔗糖萃取液呢 可以讓我們的飲品呢帶出更加的風味 那待會我珍貴奶茶呢 裡面會使用到菲斯蘭的奶精粉 菲斯蘭奶精粉呢其實我在使用上面呢 我覺得跟以往不同的奶精粉 喝起來的原因是因為它比較自然 風味比較自然 那傳統的奶精粉呢喝起來的那種 舌尖上的甜膩感會比較重一些 那我在使用這款其實我用的最多心得是 甚至它可以加入少量的跟牛奶攪拌在一起 那因為現在大部分的很多的消費者 喜歡喝純正鮮奶做的奶茶 但是它有個很大的缺點 沒味道 真的 然後它就會說你牛奶加的不夠 你們是不是把成本壓得很低 其實說不定你用的都是百分之百性奶 你沒有加任何一滴水 但是大部分消費者喝到的反應就是怎麼樣 會覺得它沒有味道 好所以呢 我有時候呢 會在輔導一些店家的時候呢 會建議他們在一公升的牛奶裡面呢 可能加入50克到80克的非式蘭奶精粉 進行握合 讓它呢 這罐牛奶的濃度可以提高 那它使用的是動物性的脂肪 所以它用的又不是用一般化工的那種植物脂肪 那做出來的風味呢 就會比較自然 那口感呢 也不會這麼膩 所以待會我在使用的時候 就會將這個呢 奶精粉呢 加入到我們的茶匹裡頭進行握合 好 接下來呢 我就加入我們的奶精粉 總共30克 加起來總共是30克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喔 這個呢 我們Ruby老師 他說使用的份量 再來呢 加入我們的茶品 裡面呢 我使用了一根肉桂捲 兩個茶包 那泡出來的茶量呢 約是150CC 那為什麼會泡的濃度這麼高 用的液體量比較少 因為我們還要算什麼 冰塊進去搖蕩之後的溶水率 那這樣的溶水率呢 會讓我們的茶體 可能會變得風味不足 所以我在使用的時候呢 通常呢 都會將我們的水量降低 然後算進這個溶水率 讓我們的茶品 喝起來的濃度是夠的 茶的味道稍微再重一點 因為剛剛老師有說到說 可能我們加了冰塊之後 可能會稀釋掉那個味道的感覺 是的沒錯 好 那接著呢攪拌均勻 那奶精粉其實在製作飲料的過程裡面呢 好香喔 現在就聞到耶 聞到對不對 剛好在下風處 對啊 馬上就聞到肉配味了 非常香 那奶精粉在使用我們的過程中呢 我都會建議呢 在茶還是熱的狀況的時候進去 它的溶解度是最佳的狀況 那在製作過程中 才不會出現一些輕微的顆粒感 好 那我拿一下我們的器具 好 接著呢 我們一樣加入冰塊 好 好 現在夏天喔 很多飲品都是 大家都想要喝冰的啦 所以呢 我們呢 Rock老師為了要保持他的風味呢 剛剛也有教了大家的這些小片風喔 好最後呢 我們要加入了這糖萃取液 那這個呢 我大概約莫會加入20克 20克左右 好 這個我稍微減少一點點啦 因為我茶預先先泡好了 有點涼了 溶出來的水比較不會這麼多 所以呢 我會把我的糖稍微往下降 理論上如果是茶全熱的狀況的話 我建議加到25 好 一樣 好的那我們呢 再一點點也可以來吃 到我們的 真會奶茶 我們的這個肉會味很香耶 好接著呢 將我們的飲品呢 倒入我們的存品杯中 哇 看它的色澤 對它的色澤非常的好 非常的漂亮 光看它的色澤 就覺得它綿密度很夠 好的 這就是我們的珍貝奶茶 那我會在上面呢 加入一些植物的清香 那還有呢 我們使用的肉桂捲 其實它的用處也非常的多 非常的廣 那如果想要增加它一些不同的香氣的話 像我都會把肉桂捲可能烤一烤 將煙燻呢 可能會燻到杯子裡面 那我今天先省略這個步驟 因為有些人不喜歡那種 強烈的煙燻味 那煙燻味其實一般是男性會比較喜歡的味道 女性特愛喝奶茶這個族群呢 他們如果把這煙燻味帶進去 不見得是他們喜歡的 但是我們也可以增加一些視覺上的效果 可能就會稍微呢 進行制烤呢 讓它呢 在我們明明片裡頭 或是上方呢 加入一些不同的層次的香氣 不再是肉桂原來的香氣 可能會有一點 這是類似分子料理的概念 煙燻 像煙燻鮭魚 就是一種分子料理 那我們只是說呢 將肉桂呢 稍微燒烤過之後呢 它的香氣呢 會到另外一種程度 好香喔 耶 完成了 好香喔 真貴白茶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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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